困难是一座桥 只有走过去 你才能够到达对岸 困难也是一块磨刀石 只有磨过去 你才能够变得更加锋利 只要不被困难打倒 它每一次的出现 就会变成你的垫脚石 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更加坚韧 心灵咖啡乘风破浪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 她在19个月大的时候 就因为一场病毒感染 失去了视力还有听力 她无法和外界沟通 也无法了解这个世界 但是女孩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 她相信自己可以克服难关 学习知识 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遇到了一个伟大的老师 有耐心还有爱心 教会了她文字还有语言 老师让女孩用手指 磨着不同的物体 然后在她的手掌上 写出对应的字母 老师让女孩用手指 按着她的嘴唇还有喉咙 感受她发音时的震动 老师也让女孩用嘴巴 模仿她的发音方式 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女孩学习起来非常辛苦 但她却非常努力 而且她不怕挑战 渐渐地她掌握了五种语言 还学会了打字 读盲文 写字 弹钢琴等等 她用心去感受了这个世界的美好 还有丰富 学会了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 还有感情 她最终成为了一位作家 用她的书籍让无数人感动 还有震撼 也让人们对盲聋人士 有更多的理解 还有尊重 这是海伦凯勒的故事 她用自己的行动 展示了迎难而上的勇气 她虽然面对残酷的命运 但是她靠着坚强的意念 还有信念 创造了自己的辉煌 她可以做到 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得到 心灵café 乘风破浪